大家好,我是Mr.Edmond So 今天會跟大家講HKCE2010 最後一屆會考的數學卷 PAPER1數卷1的月部分 最後一條第17條 同學,老規矩,希望你拿回你的數學卷出來 如果你不拿那份卷,你是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另外,也希望你曾經嘗試計算過這條數 如果你不計算的話,你就會不會透過解難 如果你不透過解難,其實很難學到數理上的形式 為什麼?因為在解難的過程中 會發覺有些數理你是不知道 有些數理你是不明白 有些數理你是不清楚 甚至是你懂得做,不懂得說 可以嗎? 我希望你能夠透過做完一條難的數 令到你搞清楚我剛才所說的地方 你的數理應該是有的增長 好了,客套的時間就講完了 正式進入這個題目裡面 你看回A1圖 A1那裡做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一個90度的轉換 B那一點去D那一點 其實是做一個很簡單的變換 正確來說,逆時針走90度 可以嗎? AB逆時針走90度就會產生了AD這條線 這個應該是中一都有學 可以嗎? 你問我,我通常都會這樣做 就是一條斜線 你看一下畫面 一條斜線走90度 走到哪裡去停 難道真的滑嗎? 一條斜線就滑了 還要用間套 難道用梁國氣幹嗎? 拿一個書角當90度做什麼? 那我就不做 我通常就是一點點 B那一點 A的點沒有動過,在整個變換裏面 我們純粹看B的點,你看看我怎樣想 我將B的點畫了一個直角三角形,就是高六格,橫,八格 至於我說D一個三角形走90度就很容易看,為什麼呢? 因為本來是X軸上高的線段,一走走去Y軸,一定是90度 X軸上高的截線段,一走90度,向後走,或者逆時針走90度 就自然去到Y軸上高,然後再畫三角形出來 同樣地,它一樣都是,原本的紅線六格一樣出來 不過是動高了,原本六線那八格,現在就放明是垂直了 行不行? 接著我們就決定,首先就是想回X,X的座標 它是處於負X軸上高,所以6格就是負6 Y是處於正X軸上高,8格就是8,所以我的結論就是 D負6,8 A的1已經答完了,行不行? 接著到A的2 A2又做些什麼呢? A1還有一件要寫的,就是要我們寫那個圓心 那圓心,你也知道 D那一點,和B那一點,如果你看圖圖 D和B,它是處於圓形上高的 可以嗎? 可以嗎? 它也是正方形的斜軸 這個斜軸就必會經過正方形的中心 經過正方形的中心,就必會經過圓形的中心 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就只需要計算什麼呢? 就是計算B和D的終點 終點公式很容易計算 如果你不懂,又很想自己計算 我都希望你可以 pause 了一個 video 立即去找回終點公式 你說不,你再說吧 那你就不要 pause 了 然後就離開了 我記得那時候,我教中三的那些小孩 就說,終點公式的秘訣是什麼呢? 就是X就有X計 Y又Y計 那個小孩就立即搶 但是搶我的小孩,最終都是考試的時候 算錯了 這麼簡單,X就有X計 Y又Y計,都搶了 OK,這樣就是 X的座標 即是說,8和負6 加上除以2 X就有X計 Y的座標就是 正6和正8 加上除以2 得出的結果就是1,7 好嗎? 不懂計算? 不懂計算就按計數機 無所謂 沒有人看見你 沒有人笑你用計數機 好了,A1就真的說完了 接著到A2 他說要求A 原型ABCD的半徑 大哥啊,半徑 即是說原心那裡 扯一點,扯下去 任何一個圓周點上高 這樣就組成了半徑 那你現在有D那點 或者有B那點 有B那點 有B那點 有原心那點 那當然是計算 在公式上計 這條公式好面 其實是由不是定理演變出來的 兩點距離都不懂計 兩點距離又是中三 盤檔仔看一看書 幫幫忙 OK,由於太過淺易了 我這裏都不跟大家糾纏那麼久 OK 那A那部分呢 計算完了 那再提一提 半徑是什麼呢 半徑就是原心扯一點到圓周 或者是半徑 就是圓周點和圓心相連 就是一條半徑 它的長度就是兩點距離 兩點距離現在就顯示了給你看 OK 好,接著真的要下B Part B Part 你看我的圖圖人手畫都很按 B Part 它很活該 它就說 以現在畫面顯示的方式 就一路就 譬如說一個圓形 有四點 四點裡面就收了一個正方形 行不行 然後這個正方形裡面 就再收了多次圓形 不過留意 這一個所謂的C1 其實就是CD的終點 行不行 那你要看回題目 題目 那裏有說的 如果你要內切得 是正方形裡面內切的圓形 正方形那四條邊的終點 一定是同個圓 是雙碰住的 我們叫做切 行不行 那我叫做雙切 即是剛好碰住 我們就叫做雙切 在數學上高 幾學上高 那一路走到多少呢 題目那裏你看回 首先就是ABCD的圓形裡面 就出現了正方形ABCD 然後從這個過程裡面 最終就會有一個 做到一個叫做A9 A9 B9 C9 D9 以及它的內切圓 行不行 第一樣東西就是 問一個很簡單 就是求圓形A1 B1 C1 D1的面積 以及圓ABCD的面積之比 第一樣東西 既然我們要找那個什麼A1 B1 C1 D1 那這個面積 面積當然要用半徑去求 那半徑怎麼找出來呢 那你看看我畫面上的交代 畫面上的交代就是 A B的那裡 本身是十個距離 十個單位距離 可以嗎 我講了D1 其實就是 D1處於它邊的中點上高 所以D1和A一定是5 很簡單 既然是這樣的話 這個角 O A D1一定是45度 這個是正方形的特性 45度直角 另一個角一定是45度 因為三角內角 所以這個三角形 就是一個叫等腰三角形 畫面上的稿都寫了 就是三角形 D1 O A 是等腰三角形 所以那個所謂的半徑 R1 就會是5 來的 要計嗎 到達 一定可以計到的 因為之前我們計過 O A是5跟2 那他拿不是定理由 計得不出來 不過這個MATF2 是那些喜歡計的人士 OK 好了 然後就正式寫那個比 那我現在試試球 A 1 B 1 C 1 D 1 這個面積和A B C D的面積 由於我們已經知道 兩個圓形的面積 我們知道兩個圓形的半徑 那只要透過兩個圓形的半徑 我們就可以計得到面積的比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中三的時候也都學過 知道邊長的比 就可以知道面積的比 也可以知道體積的比 可以嗎 那這裡呢 我王格那裡就寫了 提一提回來 那這個比這個 你要找回中三幾何的貨 可以嗎 那 大的半徑就是 5跟2 小的圓形的半徑就是 2跟2 小的圓形就是5 可以嗎 可以嗎 如果我放好相關的半徑 那就是5 over 5跟2 最終 你會看到 大家分析分析都有5 就可以互相用公因子 約選了它 1over 跟2的二次分 就是1over 2 那就是大和小的圓 它的面積的比就是2比1 可以嗎 那你可以看畫面 跟回整個程序 跟著2那裡 它很划算 2那裡 它就說 由那個ABCD 圓形ABCD開始 裡面有第一個正方形 正方形ABCD 一路走走到下去 正方形A9 B9 C9 D9 它根據這個模式 一路一路畫下去 一路一路 就圖污了那些圓形 和正方形 從地部分 按圖鑰匙 那它說 如果這些陰影面積 最終它是在乎 在整個面積的0.2至0.3之間 即是20%至30%之間 那這幅圖 在它的角度來說 就是精美的了 行不行 那我們就要計算 那些陰影模式 那這些零碎的陰影部分 如果我們逐次逐次計 就計十次數 為什麼計十次數 我們看看 首先第一個陰影面積 我們如何創造出來呢 就是用一個正方形 我們只是看正方形ABCD 正方形ABCD 減了圓形 A1B1C1D1 那樣做出來的 第二個陰影面積 又如何做出來呢 就一樣 就是正方形A1B1C1D1 減圓形A2B2C2D2 行不行 那如此類推 那 我就突然跳到A9B9C9D9 這個正方形裡面 行不行 那它的內切圓 那它的內切圓 其實就是真正 正方形A9B9C9D9 那個內切圓 其實就是正正 就是一個圓形 叫做A10B10C10D10 行不行 那我為了怕你在這個位置 有些矛盾 所以我不斷地 每一個圓形 我都告訴你 它是哪一個正方形的內切圓 那我想問一下同學 到底我們有多少個陰影面積要計算呢 由A 如果我們覺得容易看一點 就應該由圓形A1B1C1D1看 一路數到A10B10C10D10 這樣就很肯定告訴大家 就是有10個的陰影面積計算 行不行 這兩項就是第一項你要知道的 第二項我們要計算總面積 其實它是相似圖形來的 為什麼呢 你看看 它每一個都是由正方形和圓形減出來的 那這些正方形和圓形之間 它們是有一個比例在這裡 這個比例是永遠沒有改變的 行不行 永遠沒有改變的 行不行 那這個如果你要再詳細講解 那我就告訴你 每一個的正方形 內切在裡面再內切多一次的正方形 其實呢 就永遠都利用一些終點去組成新的正方形 利用終點這一下呢 其實 在講的就是 總叫做 一個比例就應該是 1over跟2的比例來的 這個你可以找你老師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1over跟2的比例 行不行 好了 跟著第三樣東西 就是那些邊長的比 但是他們那個面積之間的比 我們按回17條的B1 我們之前計算了 它的比例就是1over2 那就行了 它們全部都是相似圖形 而且按著同一個比例去漸變 每一個就是看著一個1over2的面積比例去漸小 那還不使用這個幾何級數 行不行 或者叫等比級數 行不行 這裡不是寫數 如果數列裡面的相加的數 我們就叫做級數 行不行 等比數列相加我們就叫做等比級數 那就是這個公式 在畫面上顯示給你看 行不行 那麼第一個面積怎麼計出來 第一個面積就是100-25π 行不行 10乘10便是100 減了裡面的圓形 圓形的半徑是5 5的二次方便是25π 行不行 好 跟著呢 r就是1over2 之前說了 n就是10個 將10個數加起來 行不行 好 好了 總面積 倒進去計算是42.8784529 那到底這個42點多的面積總和 佔所有面積總和多少呢 我們也是計算比 行不行 那就拿回最大的圓形 因為它最開頭是由圓形ABCD組成 整幅圖 那最大的圓形的半徑就是5更2 行不行 那我就5更2的2次乘π 便可以計算到 圓ABCD面積咯 行不行 一計完之後呢 我們發覺 157.080 那現在根據它那個數呢 就說 要是 圓形面積呢 就會寫成為1 左右手除以 157.080 157.080除回157.080便是1 42.875除以157.080 那就出現了0.273 這個數絕對是 介乎在0.2至0.3之間 所以我們的總結就是 那個班輝是精美的 OK 那麼 這一條題目 我們一講解到 這裡就完結了 那同學仔 你要留意 那個知道 邊長的比 就知道面積的比 和知道體積的比 那麼這件事 你一定要重溫 要計算這條題目 另外 不規則圖形 還有 有規則圖形 我們要懂得去區分 例如今次這樣 不斷地用一些終點去創造一個新的正方形 行不行 那很多時候呢 我就會用一根二的想法 就是把一個正方形叫做二乘二 行不行 那如果二乘二的話 在兩條輪近的終點線 亂了它的話 那應該就 本來二二的邊長 就是 終點就是一一 一一出來的那個直角三角形 承出來那條斜邊就是根二 行不行 行不行 所以 前面那個就是二乘二 裡面那個就是根二乘根二 行不行 那二和根二的比 就是一比根二 那我只是這樣想出來 那同學仔 可能你說這個位 都是比較 比較 不是很明白的 你可以傳電郵給我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不明白的地方 那就怎樣 problem solving 最正的地方就是見到難題 你overcome了這個難題 那最好就是找你的 雙熟的同學仔 雙熟的老師 你找我都ok的 那你傳電郵給我 那 那 最好就是MSN見一下 那我大概問一下 你問題 知道你那個明白的程度 如果我由頭 趕到尾 起碼又要趕二十分鐘 主要拿圖畫給你看 ok 那或者Facebook 大家見一下 不過這樣 我未必我都有空的 那我盡量抽時間答大家 ok 那這裏 第十七條 甚至乎整個的月部分 或者是整年的 二零一零Paper 1 那就完結了 那多謝大家收聽 那希望在未來的將來 就會在 明年 明年都會有一份卷 明年沒有會考 沒有新高中文憑史 我忘了 明年還有一份卷 就會解釋 那份就是 新高中的 sample paper 即是說一些的 例范式試卷 那份卷 理論上 就應該是比真正考的 那份卷深一點 我會到時 就好像當是會考公開試 講解一次給你們聽 等你們是考新高中的 很多謝大家 明年見 再見 拜拜